我们看到国民党 荣誉党主席连战到了中国大陆以后 几乎是算着中国的步调在讲话 他说原来抗日打了14年 这对台南人来讲不可思议 我们都是讲八年抗战吗 原来他是按照中国大陆的说法 将民国20年当时918事件之后 就已经算进来整个抗日的开始 跟我们熟悉的从七七事变是不一样的 另外我们看到了现在 大家觉得非常火大就是 在抗日的时候死的是国民党的军官 打的是国民党的仗 用的是国民党的钱 结果现在共产党要把他一手揽过去 也就是今天连战你到了中国大陆 你不是背叛台湾 你不是背叛中国 阿民国 你是根本的背叛一手栽培你的国民党 我们看到就是连战到了中国大陆以后 似乎是帮中国大陆背书说 在这个抗日的过程里面 中国的共产党也有尽了一份力量 但真的是这样吗 在整个抗战的过程里面 到底谁付出最大的心力呢 我们来看这报道 制隔一年连战再度到北京 与习近平会面 只不过这一次连战备受压力 习近平在会上表示 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 都为抗战做出贡献 近代以来中国抵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这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民团结奋战的结果 而连战则是提出台湾人民在反日本殖民也做出了不小牺牲 由于习近平之前曾呼吁两岸要共写历史 会后幕僚转述 连战还特别准备由东森电视制作的抗战纪录片 以及国使馆的史料提供给大陆当局 由于台湾的压力 基本上可以看出这一次阅兵前的联席会 跟以往不同 双方的态度都相当的低调 可以感觉出大家都不希望再节外升职 东西新闻 陈正龙 杨昭 北京采访报道 好 现在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这个是重庆大轰炸 我们要问的一件事情就是 在整个抗战的过程里面 日本军都轰炸哪里 都是轰炸重庆 都是轰炸国民党的地方 他有轰炸共产党的根据地吗 你想想看 今天我轰炸一定是我的对手 一个对我造成威胁的人 他为什么只轰炸重庆 而不轰炸延安呢 重庆大轰炸 是二战史上轰炸最长的一个轰炸 最长的 他从1938年2月18号 一直炸到1943年8月23日 轰了半年 轰了五年半 五年半 我还说五年半的 总共轰了五年半 一个城市在战争里面 被炸了五年半 为什么 因为1938年 国民党都迁都到重庆 重庆 我就一直炸你一直炸你 炸不停 结果炸了五年半 总共炸了218次 结果有没有一次去炸延安 没有 没有 他为什么炸了218次重庆 炸了五年半 一次都不炸延安 因为他觉得 打我的 对抗我的 我的主要敌人 重庆 重庆 而不是延安 而不是延安 我如果觉得延安是对手 延安是敌人 我就打延安 我就去至少 要去炸你一次 一次都没有 一次都没有 炸了重庆 五年半 218次 好 那你说 不能就以这个为主 那我就问你 八年抗战 这个八年抗战始终 被这个中共的历史 说是他打赢的 平行关大捷 平行关大捷 说平行关大捷 是他打赢的 结果 没想到平行关大捷 是十五军打赢的 十五军军长出来写回忆录 写什么 写说 这平行关 我们是怎么打的 我第几连 第几团 在那边怎么打 十五军为了打赢这个 损失多严重 共军有没有打一部分 有 共军有在一个关口 突击 突击 清廷 清廷点水 打了一下 是 打完就跑了 打就跑 因为他在平行关里面 有参战 清廷打了一下 是 就说平行关大捷 是他打的 事实上是十五军军长 打的 所以真正主力部队十五军 你只是跑过来 清廷点水 拿了几个资重跑掉 对 你就说是你的功劳 对 所以 好 这个 还有 巴黎汉第一场胜战 是台湾庄大捷 是 那台湾庄大捷 当然也是 这个国军打的 是 台湾庄大捷 培养 两个英雄 一个孙年仲 汤恩伯 是哦 就是台湾庄里面打出来的 你有听到里面有 中共的 没有 没有 好 那 这个是低场肾脏 我告诉你 在整个里面 真正牺牲最惨烈 打得最激烈 最 血泪斑斑的 就是松户会战 松户会战 松户会战 双方在那边聚集 超过一百万人以上 打了三个月 你知道三个月 惨状是什么 不要我来讲 好 大家都知道 四行仓库 八百壮尸的故事 对不对 我给你讲两个人的回忆录 注意看 我一定要列给大家听 李中仁的回忆录说 我军参战五十个师 战斗兵员六十万左右 约全国兵力的百分之六十 未来打这场之后 把全国兵力百分之六十丢进来了 把全国兵力百分之六十 注意看 是我国抗战八年 牺牲最大 战斗最惨烈的一役 注意哦 这是李中仁讲的 他说 我军等于陷入一座 大戎铁卢 任其教练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上海没有天险 没有可以防的 都是平地 用人肉去当城墙 我们血肉之躯 来填入敌人的火海 好 用血肉之躯 这只是空洞的 到底怎么样 我告诉你 来 我们看下一个 这个是军玉祥说的 我们的部队每天 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 有的不到三小时 就死了一半 一个师不到三小时 死了一半人 有的资源五个小时 死了三分之二 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 填进去就融化了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 松树争的场面就这样子 今天所有的这样子 血迹斑斑 像是这个最有名的 一个小孩子 就在这个战争的瓦砾堆里面 一哭泣 我告诉你 有一个做饭的 他后来写回忆录 他说他做早餐的时候 等到兵吃完去上战场的时候 他一看 全部都吃光了 等到午餐攀上来之后 是 兵回来吃午餐 他一看 整个都光 好好玩齐的 他说怎么没人吃啊 全都死了 他后来写回忆录 写这样子 全都死了 早上还可以吃早餐 到了午餐就没得吃了 对 好 那我今天最有资格 就讲什么 讲空军 是 因为我从小 在圈村里面最爱听 我们聚在一起 就听老空军 给我们讲抗战故事 好 抗战故事大家都知道 这是中国空军的四大金刚 四大金刚 对 四大金刚都非常年轻 你看李贵丹才24岁 月雨晴22岁 刘翠刚24岁 我今天因为太多故事要讲 我今天专讲撞击的 撞击 我们只有 抗战一开始 我们有空军有多少架飞机 多少架 314架 314 那日本在我们这边的飞机 有多少架 多少 2700架 差这么多 差这么多 但是我们就拼命跟他打 打到我们的油不够 是 弹药不够 油用完弹药用完 我们做什么 那怎么办 我就撞你 怎么可能 我就跟你撞 李贵丹就是最有名的 他子弹用完了 油用完了 飞机要摘下去了 我就跟日本机 我就互相撞你 他那才24岁 对 撞对方的敌机 我一个换一个 我不亏本 对 他跟敌机互相撞 你说这样的时候说假的 真的 我们的飞机刚刚讲 比较少太多了 我们只有300多台 比较2000多 抗战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把他打昏了 我告诉你 真的把他打昏了 高智航 是第一个 击落日机的 814 击落两架 是 全中华民国 第一个击落日机的 高智航的飞行技术 好到什么程度 好到什么程度 我已经讲过 他到意大利去表演飞行技术 意大利是以空军为傲的 对 意大利的总理 莫索里一看呆住了 你怎么飞得这么好啊 然后呢 见他就把他钢笔手枪 送你 莫索了你 把自己的手枪送给高智航 高智航送你 手枪正英雄 你飞得太好了 他在这个南京上空 跟日本人打的时候 全南京都在看到 他的飞机比较慢 敌人比较快 没关系 他飞八字型 八字型怎么要飞八字型 他就发八字型 让你抓不到我 你根本就要抓不到 他就飞到他后面去 棒把他打掉了 是 有一个家伙很厉害 一直跟着他后面 日本人后来知道说 你会发八字型 对 我也会发的 他们把他的驱逐之王 来对决他 什么叫驱逐之王 驱逐机之王 来对决他 结果两个人 就是日本王派来对付他 日本王派来对付他 结果他在南京上空 所有人都看到 连飞三个八字型 连飞三个八字型 太厉害了 没有人可以连飞三个八字型 然后他抓不到我 他抓了 就让他告到后面 去把他打掉 这就 这就太厉害了 把日本的飞行 驱逐机之王 给打下来了 对 李贵丹 只有24岁 是 他已经击落了 12架敌机 当时 他是全国 第四名的 12架只能排第四 你看多厉害 第四 后来 他第十二架飞机 怎么击落的 怎么击落 他已经没弹了 没油了 弹尽圆绝了 我撞你 这24岁有这种想法 他不跳伞 他可以跳伞的 他真的跟对方直接 他也可以撞得到 直接撞上去 好 这个月 月雨晴呢 月雨晴你知道 他外号叫什么 叫什么 他叫做空军赵子龙 他还有个外号 叫做江南大地的钢盔 什么叫江南大地的钢盔 江南大地的钢盔 他是你保护我们 钢盔 你就知道 他七天 击落八架敌机 所以这叫做 江南地的钢盔 是 好 那他有一次 厉害到什么程度 前面一个追 后面一个追他 前面一个对面来 对面来 两个夹击 他就故意要跟对方撞 跟对方撞的时候 对方要闪避 是 然后闪避的时候 他往这边一跑 后面两架飞机互撞 真的假的 真的互撞 就前后要夹击 他一伞 前后两个自己撞在一起 这是抗战八年中 唯一一次发生 我们因为动作引诱 造成敌机 两个空中相撞的 唯一的一个 月雨晴 月雨晴 难怪叫赵子龙 对 他叫做空军赵子龙 就是他厉害的什么 是 江南大地的钢盔 好 那我要跟大家讲这些 我告诉你 我先讲陈怀明 陈怀明 哇 好帅哦 太帅了 我告诉你 陈怀明航孝武器 他多厉害 他多厉害 他也是 他在这个南京保卫战的时候 上去 他打了五架飞机 打五架飞机 一个人打下五架飞机 对 后来日本人 五对一包围他 五对一包围他 是 五对一包围他呢 现怎么办呢 结果其中有个最厉害 叫高桥县衣 名字都有的 高桥县衣 高桥县衣 就把他油箱打了 把他油箱打 他油箱着火了 是 他想说 老子就挑你 高桥县衣 他回来就对了 高桥县衣一直追 一直追 要撞高桥县衣 高桥县衣更不怕了 因为你没子弹 知道你没子弹了 结果没想到 高桥县衣绝对没想到 他撞上去 他把高桥县衣 当场撞下来 所以在空中 撞的不是只有一个人 没没没 不止啊 陈怀明也是这样做 对 那我要跟你讲 袁宝康 袁宝康多厉害 他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 圣约翰大学毕业 上海圣约翰大学 对 他是高材生 结果呢 他决定要去读空军官校 就他空军官校二期 你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吗 他也是 他上去之后 打了很多架敌机 就有一次上去之后 打完之后 他没枪弹了 他想说 大家撞嘛 谁怕谁啊 结果他最厉害什么 他跑去撞 撞了之后来 他的左翼 撞了对方的机头 是 就他左翼 弄掉三分之一 断了三分之一 是 就把对方的飞机撞下去 是 他本来想跳伞的 他想说飞机对国家太重要了 他左翼没有三分之一 他还把飞机开回去 回到箭桥去 回到箭桥 所以当时有外国人在那边 外国人说 你不是一个人 你知道什么意思 意思 你能够开回来 上帝与你同在 你不是一个人 是 意思就是说 你居然可以把这种飞机开回来 有断翼的飞机开回来 上帝与你同在 袁宝康 好 那我要讲成瑞电 成瑞电更厉害 成瑞电 他也是没有 打得没有子弹 没有油了 但他就比较聪明 他把飞机 已经没有油了 他就把飞机拉高 拉高之后 因为没油 就俯冲一下 那速度加很快 对 就对着日本飞机这样冲过去 日本人就来不及散 是 但他在撞那一刹那 他就比较聪明 他跳伞 跳伞了 对 他跳伞了 所以电子跳伞 巴下跳伞出来 就撞上去了 所以他的纪录上 增加一个是撞击的 他跳伞之后 昆仑干之意 他又来这一套 他在昆仑干之意 他又被撞了 是 就这一次 他又去撞人家 又又跳伞 但他已经被人家知道了 你会来这一招 你会来这一招了 就这一次他毕竟没撞中 但他也跳伞了 是 得了重伤 所以这是我们唯一两个去 两次撞人家 回来跳伞的 好 那最后 当然我们要介绍这个 颜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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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帅了 你知道 颜凯文才真正是空军英雄 是 他总共击落了五架地基 是 那击落了五架地基 他怎么样 他是去轰炸人家的 他顺便打了之后 就他被高射炮打下来 是 高射炮打下来之后 他跳伞下去 对 结果日本人就说 你投降吧 他把手枪拔出来 就躲了一边 一个都不想 你拿一个我扁一个 你拿一个我扁一个 是 用手枪杀了五个日本军人 最后一颗子弹 留给自己 留给自己 棒 打了 他是唯一一个 日本人帮他盖坟墓的 日本太轻 说颜凯文 是日本人帮他盖坟墓 日本人觉得你实在太了不起了 我们日本人很尊敬这种人 你居然奋战掉 最颗一颗子弹 把自己给干掉 给自己干掉 而且你死之前干了五根 我们不恨你 他的坟墓 日本人帮他盖 而且上面写 空军勇士 沿海文 大家都知道 这是整个八年抗战 唯一一次 日本人帮我们盖坟墓的 所以你听了 我从小听这些故事 你就知道 八年抗战谁打的 清清楚楚 好 那社长 刚刚讲的 在抗战期间里面 国民党军队 其实很少打胜仗的 最大的一个胜仗 就是台儿庄 这种也让人家想到 不得了 居然是广西的部队 广西在中国是位处边缀 居然是一个广西的部队 跑到中原大地 打了一场大胜战 而且那个时候 又打出了一个神秘的药房 云南百药 我觉得我要利用一点时间 最近一直在讨论 到底是八年抗战 十四年抗战 是国民党打的 共产党打的 我去大陆经历 去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也是研究历史的一个大本营 是 最近其实 如果说你把政治史观不讲 历史比较为政治服务 其实很清楚 我带回来这一本书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写的叫 八年抗战中的国民党军队 八年抗战继史 这没有写继史 他其实已经承认了 里面书很清楚 承认了 就是国民党打的 他挤任何一个战役出来 就是国民党 所以其实历史学家 本身是比较客观的 政治人物讲的话是不算数 你讲十四年 十八年都可以讲 那其实我们在讲说 在八年抗战里面 有一个我们必须要提到的 台儿中 他扭转了整个 八年抗战的一个历史 有这么重要吗 对 在这个台儿中战役之前 英美国家 包括美国的史迪威将军 都讲说 中国人根本不能打仗 他怎么能跟日本人打 不会打 不会 不能打 不敢打 日本人也讲 我们有武士道精神 中国人一打一定败 所以我们三叶亡垮 结果台儿中一役之后 日本人写了一个检讨报告 里面用了一句话 什么话 说日本不止日本有武士道 中国也有武士道 中华民国武士道叫什么 叫尸山邪海 用尸体堆积的山 尸山邪海 就是在台儿中打出来了 他们叫尸山邪海 台儿中打的时候 中国有一句口号 什么 很清楚 他说日本人有炸弹 有铁弹 有铁弹 我们有肉弹 我们有人肉 日本人有坦克 我们有鲜血 这是台儿中战役的一个口号 当时谁讲出来 李中仁 李中仁打 后来李中仁首相有汤恩伯 我们刚才讲 张志忠将军 汤恩伯几个名将 是年重 几个都是 那当时台儿中战役的时候 是1938的3月19号 一直打到 3月17号打到4月19号 打了一个月又零二天 零二天 当时日本七万大军 只批台儿庄来 为什么要打台儿庄 因为台儿庄 它本身是金浦铁路 你游北向南 你必须要拿下金浦铁路 你才可以游北向南 第二 它又是大运河的一个起点 所以你海路要走运河 也可以 另外公务 有个台儿的公务 所以台儿庄 台儿庄是一个战略要地 日本人势必要拿下 当时李中文的部队在这边 里面 李中文是贵系的 贵系就广西 所以他当时很多的部队底下是多少 第二军团 第十军团 都是广西人 广西人跟云南人 很多 尤其是广西人 那云南人也去了很多 去打这一仗 你知道台儿庄战役 后来我们讲结果 台儿庄大姐大家都知道 所以改变了西方人 对中国人 那怎么样的诗山邪海 诗山邪海 我们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这边不是有战壕吗 我看到里面几段历史 他说当时战壕 日本人冲过来 冲进台儿庄之前 飞机风 然后那个风炸 然后坦克风炸 炸到那个 有的村庄是整个炸坪 炸坪 他说日本人改光了几个抗法 第一个 有一次他们冲进台儿庄里面的一个小村庄 附近的一个小村庄 里面有被炸的炸坪 那有三百个 大概重伤的那个 那个阿兵哥士兵 中华民国的士兵 你知道他三百个 看日本人冲进台怎么办 手里面拔起来 互相丢 互相炸 把自己炸掉 中华民国的革命军 所以他们说这武士道精神啊 互相炸 真的假的 怎么可能 对 要写得很清楚 第二他说 后来他们攻 这个战壕 战壕的时候 你知道前半个月一直封嘛 后半个月开始就落伯战 冲进台就落伯战 落伯战 他说他们在 日本人在冲这个战壕的时候 后来他们才发觉 他们拿下一个战壕 那个国民国民军 又从未拿来拿去 他发觉这个 中国人的这个尸体啊 为什么叫尸三瀉埃 是把整个战壕 这样天天天 快填满了 没有退啊 一路打 打到那个尸体填满战壕 里面都是血水 日本看下沼 他们能这样打 他们敢这样打 所以他们讲 发觉 中国人跟他们想象的 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在检讨报告里面 其实写他要装战役的时候 说我们日本要检讨 中国恐怕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那么软弱可以打下来 好 那社长你刚才讲到了 也就是李中仁的贵戏部队 在这个地方一战成名 而在这个时候 也把一个 为什么把云南白要变得了文明天下 那日本人不解的 第一个是 中国人竟然可以打仗这种精神 第二个是他们不解释 当他们在洛波战后来都向战 向战那个 你知道他们贵戏的 有的都拿大刀 要先挂扫榴弹 冲到那个巷子里面 民航里面就开始打 打的时候会受伤 洛波战一定会受伤 有的被子弹贯穿 有的被刺刀刺伤 你知道他们刺伤 日本人说他们很奇怪 这些人刺伤以后就往回跑 过两天以后再战场巷战 又看到了 怎么可能 手上扑到扑袋而已 后来他们发觉 这些人手上都有一瓶这个什么 云南白药 云南白药 说这个云南白药 他们如果受伤的时候重伤 除非你奄奄一起 已经快死掉 比起已经没了 要不然这个云南白药 内夫外府 两天以后 他止血功能非常好 还有消炎止痛 两天以后奔戴一招 又上战场 所以你知道当时 他们带了多少 带多少 当时刚才讲广西跟云南部队 当时要出征的时候 宇宙人部队他们要出征的时候 发明云南白药 这个叫许焕章 是 许焕章当时送了他三万瓶 三万瓶云南白药 是许焕章送的 云南白药的制作人送的 对 送了他三万瓶 三万瓶后戴爱身上 所以在打仗的时候 你如果受伤 他说只要你还有呼吸在 赶快吃 赶快擦 两天以后照样散战场 所以这个云南白药 就在台和庄一役 又打响名号 所以台和庄 不仅是台和庄大姐 也是云南白药大姐 后来云南白药 在中国会这么有名 其实台和庄大姐打下来了 那云南白药 我特别讲是 他其实不止在台和庄大姐 他在国民党这边 在共产党那边其实都相当有名 怎么样有名 这是1938台和庄大姐 1935 那个共产党有 所谓两万五千公里长征 红金长征的时候 长征的时候 当时他跑到一个地方叫威信 威信当时 那个摩泽东的老婆叫贺子珍 还有他那个政委主席杨上坤 两个人跑到这边的时候 被那个飞机炸伤 炸伤以后那个炸弹碎片 都跑到了身体里面去 他们靠什么 云南白药 怎么样靠云南白药 靠云南白药敷一敷 吃一吃又好了 又好 继续长征 他们所谓继续长征 所以你说台和庄大姐 保护这东西 蒋介石也信 蒋介石当时后来台和庄以后 就说部队如果出去打仗 人拿得到就全部拿 听说后来配了几十万瓶 云南白药在部队身上 而且这个云南白药 蒋介石还送了他一个匾额 叫功效实权 所以中国国民党很多大官 包括陈立乎 陈立乎1942的时候 去云南 拜访那个云南省主席 龙云 龙云当时也送了他 十二冠那个云南白药 他说他功效都升起 陈立乎做见证 他说他从云南要回去的时候 经过贵州 贵州山路很陡 就弯 结果一辆卡车翻户了 两个人司机跟副手 被压在卡车底下 血落模糊 他一看 还有点鼻息 他说那听说云南白药这么神奇 鼓起一试 就拿给那个司机 我留下名片 赶快送医院吧 我陈立乎就走了 后来陈立乎接到信 说这个司机非常感谢他 救火了 还活了 救火了 所以陈立乎印证了很多云南白药 说包括他后来看到功能骨折 他十二品 功能骨折他就送他一品 后来才发觉 真的云南白药是传说 不是传说中浪得西品 云南白药我特别讲一下 他这个药里面有一个很特别 他在中国是揭秘的一个等级 就最高绝密的药 对他里面有一个东西 有一个成本叫田七 这个田七是怎么来的 这个取患章是在 他小时候去山上 学医的时候在去山上 看到两只蛇护咬 护咬的时候一只蛇受伤 受伤 因为他就跟着这只蛇 那时候受伤会死 然后看到那只蛇 去那个一个药田里面 一个草田里面去滚滚 结果这个草田 滚一滚 又有这个蛇 走开了 走开又那个 过两天又他看到这个蛇 好了 好了 才发觉这个草就是田七 所以现在出来 云南白药有很特别的一种功效 好 那学 在整个二战的期间 在中国的战场里面 有非常多神秘的传说 这中间最多的传说 就是间谍的传说 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女人 叫做穿导方子 因为他到底是日本人 是满洲人 是中国人 他到底帮谁来服务 没有人知道 是的 宝洁 你看我们光是 现在能够找到的照片 穿导方子 有轻装女性 有时装女性 有军装男性的照片 所以光是男扮女装 女扮男装 扮来扮去 你连他性别都不能确认 穿导方子性别都有问题 好 那再来还不止 就像刚刚宝洁讲的 一个间谍最伟大的地方 在于变变双面谍 三面谍 你到最后根本不知道 他为谁工作 一开始他叫爱新觉罗贤子 据说是肃清王的第十四格格 那个时候大清帝国被推翻走 肃清王非常伤心 他决定 我要培养一个 能够让满清帝国 复辟的关键人物 就是他 所以他把他送给他朋友川岛浪述 帮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川岛方子 他跟川岛浪述讲说 尽量培养他 将来有一天他要为大清帝国的复辟效命 所以他到了日本之后 又学骑马 又学射箭 学资料 收集 学一切的间谍工作 而且就在那个时候 正当他青春年少的时候 忽然间性情大变 把头发剪掉之后 完全做男装的装扮 有很多种原因 有人说 第一个 他好像被川岛浪述强暴 从此自暴自弃 第二个 他说 我从此跟女性断绝关系 方能遂我复辟之大怨 好 到了那个时候 你觉得他已经做好准备了 于是他就回到中国来 而且在中国 他第一次结婚 是跟当时在旅顺 他有结婚 有 他有结婚 当时在旅顺 跟那个时候主张 蒙古独立的 民族英雄将军的儿子结婚 结婚不过才四年 他就私奔 跑到上海去 找当时日本驻上海 最高谍报机关长 叫田中龙吉 又跟他同居 然后 你想说他这样子 一路走来蒙古独立 他已经有亲近过了 然后来到摩都上海 知道当时日本的谍报机关 做什么 还没完 他又利用川岛让术的关系 去跟关东军接近 而因为这个样子 张作霖被暗杀那件事情 根据当时的史料记载 跟川岛方子有关系 两线情报之一 就是川岛方子提供的 那所以日军才能够确认 好 这个张作霖 才会经过黄顾屯 对 坐在哪一个列车里面 于是炸死了张作霖之后 川岛方子建立了一个 大功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是 日军还是觉得不相信 因为川岛方子从以前到现在 就主张满盟独立 所以第一个 我们刚刚讲过 他先代表清朝 大清帝国要复辟 好 再来 跟蒙古帝国复辟 又跟蒙古独立有关 然后再来 后来跟日本谍报机构亲近 然后他在日本关东军旗下 据说他被土肥原贤二亲自教导之后 918事变128事变全部都参与 然后他还参加组建满洲国 甚至获得一个称号叫金司令 因为他的汉令姓金 为什么叫金司令 因为他参与组建满洲国之前 据说还协助把溥仪的皇后 悄悄地运到了满洲国去 怎么运 他进去拜访溥仪的皇后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进入满洲国 因为溥仪先跑了 那结果他进去拜访说 我希望拜访我的归宗密友 从里面走出来之后 他就头发就已经剪短 变成一个男的 他说对不起 这个归宗密友已经过世了 我觉得非常伤心 就把溥仪的皇后装在棺材里面 运了出去 所以对满洲国来讲 他立了大功之后 日本决定给他一个军队 叫做安国军 他还有军队 所以他就叫做金司令 可是因为安国军的军纪很差 有些人甚至跟强盗一样 日本军说这些人跟马贼一样 我们不要轻易相信他 结果在这个时候 川岛方子的立场忽然又变了 变到哪去了 他开始批评日本帝国的 大陆轻功政策 然后甚至用他的关心 因为他当时是金司令 他悄悄放掉了一些 关东军抓的中国人 所以日本又说 等等 你是中国间谍 你是不是帮中国办事 甚至是中国间谍 又把他送回日本软禁 川岛方子最厉害的地方是 没有人可以关得住他 他跑了 他又从日本潜逃回天津 在那边盖了一个小饭馆 当老板娘 继续跟日本军的高层 还有当时的满洲国的人物 继续互动 到了战后 军统局终于抓住了他 抓住他之后 川岛方子最厉害的地方是 根据史料记载 他在法庭上 滔滔雄变 人家跟他讲说 明明日本有个著名作家 写了南庄立人 那里面讲就是你的话 你就是日本的间谍 就他跟法官讲说 法官 这是一本小说 西游记里面也有写唐山藏 那难道就有孙悟空吗 在这种状况之下 到了最后 勉强被派行之后 他超厉害的 他运用了多种关系 在监狱里面希望免死 哪些关系 第一个 他认识孙科 所以他透过孙科 跟国民党高层 运作说要免我醉 第二个 他透过川岛浪述 希望能够跟当时的五星上将 麦克阿瑟说 我是日本人 所以我是战犯 不可以让中国猝死我 最后更厉害的是 他告诉戴利说 我手上 我手上有包含满洲国 我跟当时汪精卫旗下 所有的日伪情报网 如果你让我逃出来 我就全部给你 据说戴利当时被说服了 戴利就直接派了一个军官 到女间里面跟他讲 金司令 我们知道你的情报很重要 让我先告诉你一件事情 明天就是你被处决的日子 但我们会用的是 特别的空包弹 请你听到枪声之后 往前倒 不要再爬起来 我们会把你运到安全的地方 真的假的 而当时 你知道当时 北平的媒体 就为了这件事情 第二天炸了锅 因为他宣布说 他这天被猝死 早上四点 所有的媒体 闻到那个铁门外面 说赶快敲门啊 让我们看看 超早被子被强绝 要曝思荒野 让我们看 结果敲了一两个小时之后 典域长之后开门 说有两个外国记者 你们可以进来 其实他通通不准 所以真正有募集的人 只有两个当地记者 都不熟悉的外国记者 第二天 媒体怎么刊 他说很有可能被偷龙转奉 死的不是川岛方子 到最后 结果中华民国法务部 当年还行文 要求调查说 是否真有歧视 这么复杂 最后的结果说 没有这回事 但又到了最近 还有方案 有人还说 穿岛方子 其实没有死 当年韩战的时候 他还代表 中国共产党 在韩国 大显神威 他还跟共产党有关系 所以穿岛方子 为什么我们为他着迷是 他不但有各种各样身份 你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代表谁 而且他似乎永远没有真正的死亡 共的最后一场战争 就是一江山的战役 他在了明年的1月 将满60年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有一个大规模的 一江山的纪念展 来纪念一江山 还有大臣这些难民 回到台湾的整个过程里面 也就是过去本来国府 也就是国民党政府 他控制了周三群岛 控制了一江山 控制了大臣 也就是浙江的外海 还是由国民党所控制 但是经过了一江山之一以后 才整个确定了目前 台澎金马的格局 而也因为一江山的战役 让所有全世界的人都相信说 台湾的国军是能打仗的 因为一江山的战役 才让人相信说 中华民国的政府 有能力确保自己的土地 因为在一江山的这个土地上面 只有八个中正一堂 中华民党这么大的地方驻守了七百二十个人 当时中共花了七千人 也就是十倍的人攻上这个岛屿 你知道最后中共死在上面四千多人 而中国军在上面七百二十个人全部阵亡 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惨烈的战役 确保了中共如果犯台一比七的规格的比例 因此当它建满了六十年 回顾那一段的历史 没有这一场的战争 可能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和平状态 我们看到了一江山的战役 到了明年的一月 要满六十年了 而这一场战役对台湾来讲非常重要 因为它确定了台澎金马 整个统治的一个格局 还有经过了这一场的战役 才让人相信说中华民国的国军 是有那种死战的决心 我们看这报道 1955年1月18号 位于浙江沿海的一江山岛 突然之间天摇地动 中共解放军首次以陆海空三七的 作战方式轰炸一江山岛 他们派了七千兵力 对抗只有720名驻守的台湾士兵 经过将近三天的时间 这不到五平方公里的小岛 全军覆没 当时指挥官王生明的儿子 仍在距离不到7.5海里远的大成岛上 叙述看到一江山就像是个火球 燃烧了三天 一江岛沦陷 国军也退守大成岛 1955年2月8号的金刚计划 美军胡锋号以及第七舰队 也参与撤退大成岛 协助撤离大成岛 余山列岛一共三万七千多名的士兵 以及居民 带走物资 破坏带不走的防御设施 也没有留下任何军用品给共军 当时这些岛民在基隆停留了近两星期后 分别被安置到台湾各地 慢慢落叶生根 至于台澎金马也因为国民政府与美方签署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让两岸情势维持至今 只是60年前这段历史也是国民政府心中永远的痛 东森新闻 谢玉廷 蔡新闻综合报道 好 杨昌 杨昌 郭友在部校受训的时候 每天要进出部校有个大门里的前面一条大路 最大的一条路叫王申明路 那时候我觉得奇怪 王申明到底是谁 为什么部校那是中华民国陆军最重要的一个训练的基地 为什么他前面那条大路是王申明路 好了 我搞懂了 原来他是一江山最重要的守军的整个领导 看了他的故事 我真的觉得 他的故事真的是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感动 他最后居然以身训词 居然他们700个人可以抵挡住7000个人 竟然用1比7的比例一命换7条命回来 没错 其实一江山战役 对两岸的战史来讲 可以说用惊天地弃鬼神来形容 为什么呢 因为共产党在国府国共内战当时 他们只佩服两个国军的将领 只有两个将领 国军那么多将领只佩服两个人 一个是前友张领埔 前友张领埔 山东的孟良故 对 孟良故之役 第二个就是一江山的王申明 为什么 因为王申明带领了700多个弟兄 死守了将近三天 虽然说这个岛还是被共军拿下来 但是呢 共军在这场战里面 死伤也是惨重 当时你说我非要把你给吃下来 所以他等于说是动用第一次的 对 海陆空三期的作战 而且动用了7000的人嘛 你的驻军只有720个人 720个人的守军 你居然动用了7000的兵力上岛 可是最后可怕的是 竟然有4000人死在了一江山 当时一江山分为北江南江两个岛 中间有一个海峡小小 所以就像一一样 所以叫做一江山 那共军当时就决定要先拿北江 因为北江离这个大陆也比较近 所以他们所谓三面包抄的战术 要来把这个一江山拿下 所以当时在1月18号的下午开始 大批的这个共军的船团 他们分为三个梯队 第一梯队呢 我们可以看到叫什么 部队 工兵先上第一梯队 为什么呢 到了这个一江山外海 先用火力 先用火喷 先用火喷 就跟当年二战一样 先用火喷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这个是当年的那个 炮轰一江山的那个画面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一江山 在山里面一守南攻 所以炮火力传上去 就是用那个化学喷火兵 上去去喷 先用火力去把这个共军阵 先把这个国军阵下 但当时虽然把这所有的都已经 建筑物都已经毁了 但基本上来讲 建筑物下面 底下 都是隧道 隧道都是国军 700多个官兵都在里面 其实当时 保健也不知道 死的最多的 国军当时在一江山里面 死的最多是什么兵 是通讯兵 为什么 因为当时所有的轰炸 和火力攻击的时候 通讯线已经断掉了 当时王生民就要求 所有的这些大队和营 必须要保持畅通 所以通讯兵 必须要自己背的这个 拐拐或背的这个情报 去自己亲自在火线上 三面包抄的战术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怎么样 第一是传统的木壳船 木壳船在中间 为什么木壳船 它基本上只是木壳 没有太多的东西 这里面就是所谓的火力兵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木壳基帆船 在它的右手边 木壳基帆船 这个就是比较机动性的 夹带的步兵 还有工兵 还有一个海军的铁壳船 那这个地方 海军河它 还有一些所谓的化学兵 还有这边没有看到在东边 也就是靠近大臣岛的地方 是海军的军舰 南昌舰 这个武昌舰 还有沈阳舰 这是共军的三艘军舰 隔在这 共军船团从三面 开始集结这个 开始进攻一江山 其实整个了 大概一整天的下午 一直到下午 这共军船其实接近不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船只要到的时候 就被这个 一江山上面的火炮给集成 因为我刚刚讲都是木壳船 然后到最后第二天 一直到第二天的清晨 鸡帆船 才终于登岸 抢滩登岸上去 最可怕的战役 宝洁就是在登岸之后 共军上去用喷火 这个喷火器 一个堡垒 一个要塞 一个洞 去喷火 去杀 而这时候国军更不出来 死守 那么共军冲到这个山顶的时候 插红旗 就插着共军的那个五星旗 国军一看到马上就冲出来 把五星旗给拔掉 再插中华民国国旗 这时候还冲 对 然后共军一看到 把这个国军毙了 再冲上去插五星旗 就来回来回地 夺这个山上的旗子 就夺了七次 你是光插起 就插了七次来回 对 这样来回插七次之后 你看国军死了多少人 然后攻击了到了 大概一天半的时候 北疆不行了 因为基本上来讲 只剩下岛上面的七百多个官兵 自己在那边奋斗 而且他们又没有武力 火力又不够 那么王生民当时 就已经跟大臣的防卫区 打这个电话就讲了 他说其实现在非常的激烈 最后一刻的时候 他还在这个电话里面讲 敌军距离只有五十公尺远了 基本上来讲 我不会丢脸的 我已经准备好 最后一个手榴弹 给我自己 所以他其实就已经 报定了杀身成人 对 报定杀身成人 一个指挥官有这样的一个心情 宝洁 他下面的这些部下 你觉得他们会想活吗 而且我们看到最后 北疆最后的那个通讯堡垒 对 我为了要担心说 我从今有密码本 我会被你截破 最后北疆的指挥部 居然通讯兵 自己把堡垒全部炸了 自己也炸死在那里面去了 没错 其实当时他们都已经 报了杀身成人的 这样一个做法 而南疆是 南疆副指挥官 就叫王府壁 这个副指挥官 他当时也准备杀身成人 但是他还没有在准备的时候 他已被共军的炮弹给打中 整个头壳少了一半 是 但是他没死 后来他被俘虏了过去 然后还有一个兵叫陈子 叫姓陈的一个小兵 也是因为在打的时候 右眼被打瞎了 然后他在现场看不到 所以他坐在那里 因此没有被共军的机枪给扫射 后来共军把他带到医院去治疗的时候 发现原来那个副指挥官 王府壁在旁边 这个头壳已经不见了一半 还没死 那王府壁就说 那个陈上陈下士 你有看到其他的那个 我们部队的人吗 没有 只看到我们两个 那他就 那个王府壁 他躺在病床上 一直在痛哭 他觉得我现在四肢不动 不然我现在一定要想尽办法 要跟着指挥官一起走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 当时的这种惨况 而在这种状况下 经过两天一夜 大概到了第三天的上午的时候 一江山的这个南疆 才真正开始 完全没有了枪的这个 没有枪炮的声音 这时候才发现 一江山是全面的沦陷 而这个时候最难过在哪里 在大臣岛 因为大臣岛有许多的部队 还有一些的这些 观测的这些军官 他们其实都目测了 也都目睹了 当时共军的飞机 这个军舰 在围攻一江山的这个惨状 而他们却无能为力 这是可以看到 蒋经国最后一次 在大臣岛升旗 为什么 因为到时那个时候 因为一江山的惨败 所以大臣岛必须要撤退 第七舰队 美国第一舰队的队 来协助撤退 从此确定了台澎金马 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是 而永远国府没有办法 掌控浙江的这样沿海的岛屿 好 那天董 我们看到了 刚才杨昭提到了 国共打了这么多仗 他居然只有对两个将军 怀抱的敬意 第一个就是 直上孟良故活捉张陵府 如果没有把张陵府给打掉 将等于说当时的淮海战役 共军不可能赢 当时张陵府也是一枪自尽殉国 打一江山的时候 你光看这个数字 也是让人家觉得非常惊人 七千个人上一江山 四千个人死在当地 而树军守军七百多个人 几乎全部阵亡 你就可以知道 那个战争有多么样的惨烈 而且我们看到王生民 最后是 一句遗言是 敌人在我前面五十多次 我把最后一个手榴弹 留给自己 就爆炸了 甚至所有的通讯兵 明明知道外面全部都是炮火 还一个一个前不后继 在南疆北疆 在等于说互相的支援 就可以知道那场战争 死上的多么可怕 也难怪 中国不太敢讲一江山 因为那即使他们胜了 也是一个产胜 但这一场的战争 改变了两岸的格局了 对 刚才在丁一扬昭讲的时候 你就知道一件事情 为什么七次要躲齐 军队里面只有一句话 齐在人在齐王人亡 所以那个齐一定要插在那边的时候 表示我们还没有败 还在继续打 齐掉了 大概就垮了 你说如果说我们今天不去把那个齐抢回来 对 我其他的阿兵哥看到说 你看 没齐了 没齐了就不用打了 但齐还在就代表说 这一场仗我们要再撑下去 对 就是这个意义 所以那时候你看看 从台湾到大成岛有463公里 到马祖才200亿 到金门更近 在那个情况下有两个背景因素 第一个背景因素拿老蒋来讲 他知道1954年他开了高级军事将领会 是 国防部长是谁 余大为 参军长是谁 孙力仁 他就讲说大成一江山到底要不要少 是 结果军方的将领都讲说 特别是孙力仁他讲 如果我们陆海空三军能够支援得到 那我们当然要守 是 那否则的话我们 他觉得不应该放弃王胜民 不应该放弃一江山 他说这样好一个干部 不应该牺牲在那里 结果等到所有人讲完以后 老蒋怎么讲 你们讲的我都懂 对 你们讲的叫军略 我考虑的是战略 政略 是 为什么政略呢 他说一江山给我守一天 守一天 我让全台湾的军兴四系大政 他守两天 我让老共丧胆 让他紧张到 守三天我叫白宫 对我翻眼看 就说让白宫知道 我的军队还有作战的人 所以他知道王胜民会守到最后一刻 所以说他今天我就是让一江山的官民 死守到最后一刻死守三天 我要让全球震动 对 让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知道后来的时候 后来的时候美军在大成道有观测员 他看了以后把那个报告写过去 说整个岛三天全部是火球 就是激战 他可以站到这样子 三天都是火球 对 所以让杜鲁门到时候 就立刻签了中美协防条约 这是一个背景 可是说转过头来 我们看共军 共军也不是啥子 共军在五四年的七月的时候 任命张爱萍担任整个的指挥官 司令员兼政委 就是要攻打 因为他从四九年开始的时候 他后来讲了 他准备了三年 对 侦查了三年 因为四九年到五三年的时候 他们在打韩战 他没有难力 五三年一结束五四年 第一个就决定要打 那打的话打什么 他们讲说 第一个要打 一定要打一个战略有意义的 因为你把一江山打掉以后 大臣岛根本不用打了 是 全部在一江 全部在他的控制之下 我们在地图上面 你是看不到一江山的 那一江山就在大臣岛旁边 十公里的地方 我只要把一江山拿掉 就成为一个前行公志 大臣岛就完全不报 所以他在这三天的战役里面 从第一天的十八号开始 整个六小时 而且他在那时候 浙江的陆桥机场已经盖好了 所以他在五一年到五四年的时候 他取得全对的空幽 而且在那段时间五三年的时候 曾经把我们的一个中四号 还有一个两艘军舰整个打掉 空幽海幽幽 所以他一开始六个小时轰炸 冰激炸 明明子弹都没有了还在那边冲 就是把你吓在那个吓在吊炮里 所以他不是先用大炮 不是用火枪来先来打一江山 他先六个小时从空中来火炮射击 不断的炸 然后带着这个火炮的射击 然后第一幕的这个炸炸完了以后 第二幕他放烟幕弹 烟幕弹 烟幕弹放的时候干什么 登陆的船队让他掩护上岸 然后第三幕的时候 在大沿海的所有的地方 打出一个一个弹坑 让他们人能够有一个躲避的地方 上手打 所以整个的战略就是这样子 打到这样的激烈的状况 也就是因为一江山战役 我们就确定了我们国共的 如果在打战争 你要做多少战争 就是一个1比7的格局 你要上来是不是 我有一个人就要打你7个人 你要把我一条命 你要拿7条命来换 所以他们那时候整个战略就是 全部在吊炮里面 你来的时候 他的船来的时候 他是用753炮 753炮我们在马祖的时候还用 打那个船准得很 一炮一炮打 打到最后靠近了 手榴弹下去 手榴弹下去 再不行 汽油桶下去 就打拼 所以1比7的战略是这样的 然后因为一江山的死守 所以决定了大臣岛的撤退 那曾在美军同意撤的时候 他在1月30号 给苏联打了个电话 他说我要协助他撤军 但是你们不可以动 所以才让大臣平平安安的撤退 好 我们看到大臣当时的撤退 蒋经国到最后 还跑到大臣道去看了 而且当时离开大臣的时候 那基础是交土战争 几乎把每一村土地全国都炸了一遍 当时中共上海了以后 只看到了一个老人跟一条狗 对 那时候2万8千人全部的撤退 撤退的时候就定了 我既然走了 我什么也不要留给你 好 那西平 我们看到了在这场战争里面 老共真的是用了全部的心力 他把3年 这个地方的水文全部研究清楚了 在1月 那个地方其实是风浪非常大的 他居然抓到了3天的时间 我有能力登岸 在这3天里面 开始攻其一江山 刚刚讲到了 跟我们一个小岛 一个比中正经常不过大8倍的岛屿 我居然派了什么 200艘的军舰 300架的军机 在轰炸攻击 那你可以看到 那个状况有多么激烈 三天三夜炮火连天 而在中间 当然最感人的就是 你在部校前面 最笔直的那条路 王申明路 你如果看了他的故事 你才可以了解说 为什么中共谈到了国军将领 只佩服两个人 张领甫跟王申明 凤山有王申明路 很容易了解 可一半都不知道 士林有志成路 志成路跟他什么关系 王申明 志 志成 有人叫他王志成 台北市有一江街 中和以前有一江新村 大家都不知道 王申明 一江军的司令官 王申明跟一江山的720个官兵 因为他们的牺牲才有禁令台湾 台湾人是要感激他们的 是 好 1954年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发生什么 一个我们中全坦克船被击沉了 然后我们的运步船 军舰太平轮被击沉了 击沉之后 我们的海军不再去了 我们海幽没有了 还有一江山太远了 好 我们空忧也没有了 到不了 好 到不了了 这时候大家齐心知肚明 一江山是不能跑了 1955年元旦 王申明回台湾来过节 蒋中正頒一个克兰英雄奖章 给他 他是那一年的克兰英雄的楷模 对 楷模 第一名 好 他突然间给他太太说 我们去照张全家福祉 所以在1955年1月他回去的时候 造了一个全家福 大家都知道 王申明知道 这一次回去回不来了 所以造了一个全家福 第二个 他在基隆上船的时候 先头他太太跟儿子陪他上船 我跟你讲 他的基隆码头 居然跟太太吵架了 没有人知道吵什么 但是我猜太太知道有去无回了 叫他 你不要去 你不要去 你儿子还小 这个家要你 我也需要你 那天他独自也去送他了 他已经在基隆上船了 突然间从船上跑下来 太太跟儿子吓一跳 说你怎么跑下来 我要送你们上公共汽车 这时候天空飘雨了 王申明把手帮推出来 把他儿子头上遮到 牵他手说 爸爸给你讲的每一句话 你都要牢牢的记在心里面 结果他脸上眼泪跟雨滴混在一起 我跟你讲 他只被最后为一件事情就是 当时他好想去抱一下他爸爸 但他怕他爸爸胡子扎人 他没有抱 没有抱 好 结果上了车之后 他儿子我上了车 扭过头来隔窗 看他站在那里 他不停地挥手 一直到看不见为止 他在1月9号上了船 1月18号一江山战役爆发 就是你讲的 宝洁 我跟你讲 船200多艘 飞机300多艘 按炮打 你知道总共多少发炮弹 打到上面吗 1.5平方公里打了5万多发 是 1.5平方公里 5万多发幾乎是夷为平地 好 720个 我跟你讲 这个岛上是怎么样 没有水 这没有水的 他们守一天 守两天 守三天 一直打到三天 弹尽圆绝 王胜民将军说 我手里面只有最后一颗手榴弹 留给我自己 好 那这种 现在一张神 现在大成岛 当然都在中国的手上 可是非常微妙的是 这个地方 现在居然变成了一个 中国石油跟能源的一个重心 为什么呢 对 我们知道 事实上大成岛这个地方 它的位置非常重要 包括说它其实是一个重要的渔场 我们看 其实大成岛本身 它是浙江省的第二大渔场 它以往就有东海明珠之称 大成叫东海明珠 对 它是一个重要的渔场 所以至于中国来说 本来大成岛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它想要拿下的这个地方 所以在1955年 他们拿下大成岛之后 1956年他们就发起 中国中央就发起一个叫做 建设伟大祖国的大成岛的运动 所以我们看到1985年的时候 中国中央书记的胡耀邦 又到那个地方去巡视大成岛 你看它巡视大成岛 后来因为大成岛目前所有的建设 几乎都是胡耀邦一手奠定 所以你知道在2013年的时候 全中国第一个胡耀邦的这个雕像 就在这个大成岛上面展示 是喔 对 就揭露了这个地方 那大成岛多重要 你看那时候连这个中央的 那时候的这个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 温家宝也在那时候巡视 你看2006年的时候 习近平那时候 这个浙江省委书记的这个习近平 他也到那个地方去巡视 所以中国历代领导人 都非常重视大成岛这个地方 那为什么大成岛非常重要 我跟大家讲 事实上它是目前是全中国 最重要的一个海洋的生态园区 所以它那边有中国最大的 深海抗风浪的这个 养殖的这个激励在那个地方 再来就是说我们知道 大成岛那边靠海 对不对 所以它在那边盖了非常多的风力发电 目前的风力发电 大概有5万千瓦 这左右的这个风力发电厂 目前每一天大概输送 60万度电进去中国大陆 那另外它那个地方 也是水深非常深的一个地方 所以包括它那个地方 可以建两个港口 一个是30万吨几的 还有40万吨几的这个码头 另外它就是说 在那地方还盖了这个油草 所以那油草有350万立方尺 所以包括说很多东海舰队的 很多东西 其实都在大成岛这个附近 那包括说它在上面 还盖了什么度假村 还有盖了很多环岛公路 零零种种的 那你看现在建设成这个样子之后 当然中国也非常知道说 现在大成岛跟以前不一样 所以我们刚才最近起的 这个十二五计划里面 他们就把大成岛所在位置 叫做台州市 化为是一个重要的这个经济特区 他说要做建设什么 因为台州市这个地方 它其实大成岛靠近长江三角洲 所以他说把建设成 长江三角洲的这个先进的 这个制造业的这个基地 还有这个现代化的港口大都市 还有这个中国的民营的 经济示范的示范园区 还有这个中国的民营的经济示范园区 还有这个中国的东西 有点空的 对付近的东西 有点兴趣的 有点兴趣的 但是有点兴趣的 你不要在这边 没有对付近的东西 有点兴趣的 就像是你一样 就像他一样 就是这个兴趣的